如果您卡的话可以试他换一换 对刚才冰魂也是 死之前消费了 他的梅肯 应该是买在鸟里面 在这儿 刚才我们注意到这个卡的一个吹风也是把 这个BH的标记给解掉了 那没办法 为了杀人这个工资咱就暂时不发了 人头不能丢 我们再看一下周神下一步选择做什么 已经打了2600 这个是不是还没想好怎么花这笔钱 这风行是不是考虑卖个萌 你这个不要跑吗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 卖一卖 不过他那个兵线不好 兵线直接已经压到别人塔下 这个没有太多卖萌的余地 别人肯定会抓你之前把兵器脑 因为自己级别实在是落后太多了 天方萌他真眼差的还是很多 但是 视野不代表你能对抗过别人 视野做足了 你还是打不过 你们啊 这边又是一个替保护的队友 军方也没追 导弹支援一下 过来 直接一个弄碗 DS这个套子给自己套 但自己又没法上 还是比较悲情的 感觉天方的人战线能力也不是特别强 就是赖线也赖不住 这会又是这样归缩打钱的情况 赏金 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压力确实比较大 首先是你必须在满眼 满眼上满眼的话经济上又有一点跟不上 而且这个在 尤其在中轮上我发挥的作用 非常的明显 基本上来说 就是有点不不经心的感觉 根本就不敢在一个地方多待 只要赏金一枚 所有人都是紧密状态 DS拿到了一个自己不太有用的符 一个double 对这边新闻方也是见好就收 CK是直接选择BKP了 这是周神的风格 就是BKP做的很早 很早就去抱团 好 卡尔的推推棒也是很早就完成 这边又有了1500 卡尔也是肥的一场 64个补刀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发工资发出来了 64个补刀 再加上4个人头完全不足以 让他有现代的经济 越冯这局现在 将近17分钟了 只有17个补刀 也就是前期在线上 补了一些基本装 后面的钱全都是 靠这个发工资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 越冯应该是在互换队友了 但是这个兵线不给力 应该是在跟一跟 刚才也是 诶 这个帽子是觉察到了 GUD应该是感觉到了 这边风行者装备还相对差一点 前期也是因为他去保卡尔 但很难说打了足够多的钱 这边GUD是买了一个真实宝石 我们看这次是跟 自家兄弟磕上了 身上格子还要让一个 他本来这个格子还是挺 挺珍贵的 给别人买 自己不拿 给谁买 我觉得天方其实都挺脆的 给了冰魂大哥 这只有他的装备 还能够扛得起 真实宝石这样一个珍贵的物品 大德放弃了自己的仙红色 给队友送上了一款 热气腾腾的这样一个宝珠 对 现在他们确实是需要这么一个道具 因为 你现在没宝石的话 可能抱团抱的心里都不安稳 因为靠真眼的话 这个投入太大了 这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投入 虽然说宝石 有风险 好 就是四个人开悟 想要去抓一下周神 周神这个打完应该就直接撤了吧 他的BKB貌似也是买了 对 已经买过了 好 看这来不来不及一发导弹 貌似是来不及了 CK这个火炬手不是白叫的 是不是 这边一个勾 哎呦 这个预判还是蛮准的 但是非常倒霉 是一波冰线都好刷出来 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没有 没有人算不如天算 算得很准 那个时间我勾 因为他当时导弹开视野之后 那个范围勉强能看得到 但是这个兵刷的真的是太不巧了 没这个兵可能真的能抓一下 不过那个抓也不是一个好事 这边我们塔下又是给 黑鸟上了一个追踪术 这边一套打上去肯定死了 CK这边又拉住 ES E了一下 没走成 直接拿下两个人头 三个 天方死了三个 这边要是save一下 我们也是save一下 这边的船打c5 跟我们OB打的4是一样多的 17-2 那这场比赛潘达 这么早就交代了 真的这波完全有机会 上高地的